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无语了 那俩人究竟去哪里了 奇怪的东西 他们在干什么 过去看看吧 等一下小林 小林 我的朋友在哪里 快叫出来 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是冰冻之城的守护者 大企鹅机器人吗 冰冻之城的守护者吗 大家都躲开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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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担心对手如果太弱了怎么办 我对你非常满意 冰马 冲刺模式 开启 哼 接招吧 住手小林 你这样莽撞出击就太危险了 小林进入状态了 只要有强大的对手出现 他就会失去滋空力 是导弹 小林快躲开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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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功夫狐狸 是绝不会输在速度上的 哈哈哈 小秋 小秋 你在听吗 大企鹅的弱点就是它的头 可是 很好 那就剩了 这又是什么 不过呢 得注意激光枪 小驴 敌人好像有点奇怪 朱莉安 他需要时间补充能量 抓住机会 很好 编码 荣耀之剑 朱莉安 来了 来了 接下来我们该去哪儿了 跟着他们的轮胎验追上去看看吧 我来攻击大企鹅机器人的头部 你们就负责攻他的下盘 没问题 冲刺模式 开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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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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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娜 刘娜 刘娜危险 刘娜危险 刘娜 刘娜 抱歉 我来晚了 小 小智 我也来帮忙 哪来的沙达克 居然敢欺负我小智的朋友 接下来 我要去探一探敌人的作战模式了 你们几个先休息一会儿 静看的话 你还真是个傻大个儿啊 但是我是不会怕你的 不说了 我来和你比划比划吧 原来是这样 一次只能打出三颗导弹 小智 迷你机器人在争取时间 让大骑人补充能量 赶紧摆脱他们 这个我也知道 朱利安 都给我让开 激光枪补充能量需要时间 而且一次 顶多只能发射十秒 很好 你的作战模式已经被我看穿了 好厉害呀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看穿了大企鹅的攻击模式 不过 只靠你一个人 是很难战胜对手的 各位 我想到了一个战术 你们还能配合吧 小智哥 有个问题 如果你说出来 大企鹅也是可以听到的 所以就算想到了办法 也要小心别被它知道 你说什么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有是有 只要我们使用精神感应沟通 对方就听不到了 问题是 不知道其他哥哥姐姐可以做到吗 让我看看 你们的精神感应能力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吧 好 只要我把火红色风暴同步时 使用的精神感应能量增强 也许就能让大家听到我说的话了 试试吧 你不会是又睡着了吧 现在可不能睡啊 好了离开 不要打扰小智 让他集中精力感应好吗 各位 都能听到我说话吗 要是听得到 就回答我一下 嗯 听到了小智 好的 这次我们要利用沙漠狐狸的灵活攻击 请大家认真听好这次的战术 团结一心才能打败敌人 明白吗 他已经掌握了精神感应对话的能力 这是只有高级编码战神才有的能力 不愧是小智 他就是老天赐给我的那把钥匙 小智这小子 成长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 他到底是谁啊 哼 知道了 既然这样 我就服从安排仙上好了 鞭马 荣耀之剑 鞭马 鞭马 荣耀黑豹 黑豹 呈有转油 噶 呈有转油 呵 呈有转油 四 噶 rosoft 鞭马 中锤地震 刘娜 趁现在 好嘞 颜色之剑 好嘞 颜色之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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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赢了 啊 啊 啊 嘿 啊 这次我要动真格的 逊龙杖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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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 小智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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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李凯 抱 抱歉 哼 哼 太棒了 太好了 他们打败了地下城的守护者 太棒了 这样的话地下城对决就结束了吧 我们赢了 都可以了有小智的战术 哪有 要是没有你们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获胜的 不过我们已经打败了守护者 地下城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难道是因为我们 还没有找到能量球吗 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 情况还真是出乎意料呢 糟了 能量球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地下城 萧丑 萧丑 难道你要入侵地下城系统吗 嗯 既然你明白了 就快点帮我吧 嗯 知道了 新的对决竟然又开始了 地下城对决不是只有一轮吗 怎么会这样 那那是能量球吗 我看到了能量球 什么 就在那边 好像在等着我们 好 我们过去吧 能量球 你要进行最终测试了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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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等一下 怎么了 什么事啊小智 我感觉前面有什么东西 是什么 我还不太清楚 是直觉吗 喂 你该不是为了吓唬我们吧 大家小心 这些难缠的家伙 怎么又出现了 太过分了 看来我们只能把他们一锅端了 这 太天真了 能量球的测试 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就结束呢 成功了 不愧是我们刘娜 你的表现太出色了 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李凯 你为什么偷袭我 什么 你说我 我真的没有偷袭你啊 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朱利安 不是我干的 不是我干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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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知道哪个是真的刘娜才能帮忙啊 呃 冷静下来 小枝 呃 呃 呃 冒牌户又消失了 呃 大家都不要动 从现在开始 谁先对同伴动手 谁就是冒牌户 这样的话 呃 我们就可以判断要怎么出手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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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这次是两个吗 呃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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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对不起,我们违反了规定,擅自闯入了地下城。 等你们出来了再说。 你们也应该知道了吧,现在是能量球在控制着地下城对决。 我们正在尽全力寻找营救你们的办法,不过目前你们还要与能量球创造的对手战斗。 这些对手是能量球创造的吗?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 好的,谢谢小长。 我们会经历的,你们岂可不要加入我们的对决,知道了吧? 可是小致…… 朱莉安,我们上。 好啊,千万别被我看到你输给冒牌的怪。 先复制对手的编码,再创造出与对手一模一样的镜像机器人。 这样的对手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才是最难缠的。 不过,就算能复制出外表与战斗模式,内心与精神还是无法复制的。 能量球应该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能量球正在选择自己的主人。 给人看。